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正的勇志让我们一同进入勇志的荣耀 OK 上 跳舞的后手 决心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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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再来 W.MC FY世界王子 FY世界王子 向上床 FY世界王子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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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SYK M.Lمكن WIN C tiempo 疼 Russians FY世界王子 ¡巨星 FY世界王子 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 中央行动 他就是大腰 一 锅 832 从蚊 一 锅 我们的二十六 我们的第一个 一 锅 一 锅 二十六年 我们的二十六 一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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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锅 一 锅 第几十六 台泽ин 台国安法印 台国安法印 第几十六 台国安法印 台国安法印 最后清晰 一 锅 一 锅 Again 边 Went 有请勇士的荣耀主持人郭晨东 Chris 亲爱的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卫生病例现场直播 由河南卫视以万美洋传媒联手打造 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 勇士的荣耀 Ladies and gentlemen Live from here in China The City of Glory This is it You are here Welcome to Glory of Heroes 3 和我一起搭帮主持人是我们老朋友 来着美国的中文节目主持人Chris 然后欢迎你好吗 你好 China It is such a pleasure and privilege to be here with all of you Are you re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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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看的是勇士的荣耀第三站 我们在鱼工故里河南起源为您现场直播 同时八大视频网站 与勇士的荣耀官方微信的公众号 也在进行直播 那么同时这场比赛也是 吉原市人民政府与万美洋传媒联手打造荣耀城市项目的启动仪式 本项目指代整合城市优质旅游服务 娱乐资源打造区经济综合体 Ladies and gentlemen Glory of Heroes is touring major cities throughout Asia And bringing you the world's very best For the ultimate in competition As we broadcast live on Hunan TV And simulcast on eight major websites For you the fight fans And now for the thousands in attendance And the millions watch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s time to rock and roll 勇士的荣耀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档单场投资过千万的殿堂级赛事 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把所有的掌声和热情一同点燃 荣耀万丈 勇士的荣耀正在直播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是在鱼公固里河南起源 为您现场直播 世界格斗电堂级赛事 勇士的荣耀 首先你先看到这是一场 中国对韩国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他能获得WKN世界级金腰带 这是一条含金量非常高的金腰带 这名选手名叫做李昌勇 那么在2012年 WR古林峰走进韩国的时候 曾经战胜了中国名将李宁 并且在2012年 战胜了日本该级队名将 美也元智 我们有请来到韩国 李昌勇 안녕하세요 저는韩国에서 온 이찬영입니다 저는2011年 NKF60KM 코너마크 챔피언이고 这次是第一次出场的精彩 第一次出场的精彩 我现在是一场 中国的联合力 我现在在韩国争力 在韩国争力 我认为这次出场的精彩 我争取得更好 我平时的角色是非常高的 比赛 SangYong Now we bring you glory of heroes action at 63 kilos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navy Standing 168cm age 24 From Korea with a record of 17-5 Welcome Chan Young Lee Here is Chan Young Lee Cat Young Lee 有请本场比赛 鸿棒 WLF5 林峰中午勇士 2001年全国泰拳锦标赛冠军 2012年 13年WCK世界金腰带拥有者 来自大东墙派拳销侯爷 邓泽奇 每一天我都会遇到两个自己 就好像每一场比赛 我会遇到两种结局 我去腹部 别走 我去腹部 作为一名合歌的拳手 我是邓哲齐 有请邓哲齐 是邓哲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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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6-6的 是2012-2013 WCK 是邓哲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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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比赛红方来自大宗墙 武力封中国勇士 2011年全国泰拳礼标赛冠军 2012年13年 WCK世界尖腰带拥有者 他就是邓哲齐 有奖竞猜 场上代表员张铁刚 比赛现在开始 好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电堂级的顶级格斗赛事 勇士的荣耀 这场比赛呢 是来自于 63公斤级的一场较量 对这双方是邓哲齐 和李昌勇 各位好 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 王同潇 今天呢和我搭档呢 依然大家非常熟悉的 著名的国际评论员 还有巴西柔术推广人 王延博老师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现在是这场 63公斤级的比赛 李昌勇和邓哲齐的比赛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昌勇呢 像我们主持人说的 的确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 2010年MKF的冠军 漂亮 多多契 想用对方转身的这个机会去打 我们的张铁钢裁判也是警告对方 你不能背身 你背身了的话会非常危险 上来之后呢 曾琪就表现出来自己极强的求生欲望 这个李昌勇 而且是现役的2015年WKN的提权冠军 现在是正在风头上的选手 对 多多契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是我们的武林峰中国勇士 同时2011年的全国泰群比赛的冠军 2012到2013的WCK世界金腰带的负责 没错 而且邓泽奇在输给金融江东猜以后 可以说是碰到了自己的转折点和爆发点啊 偏泰式的硬度这种高频次打击 邓泽奇在增加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 我们看这一次打得怎么样 两个人批得很凶啊 邓泽奇是一种刚猛的打法 是碰到对方宁钢宁舌不弯的这样的一个对手 对 这样的选手呢在场上打起来呢非常的硬朗 而且作为观众来说我们看起来也非常过瘾 对 李昌永曾经在K1击败过梅也元智 在武林峰击败过李宁 也可以说是对日中韩三国的这种自由搏击的风格 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 是的 所以这场比赛的注定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们也期待着稍后他们两位选手赛股的表现 两个选手打的都非常的硬啊 所以两个人我觉得可能很难在这个擂台上 最后打到公平的三回合平稳的三回合 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把对方拼倒才行 是 这两位的就是一种适章的打法 没错 在比赛场上我们看到可能一瞬间就会出现一种 而且这也是传说中的暴力美学的演绎啊 在我们勇士荣耀的第一场就出现了这样的选手 对 这三个第一场所以我们想看到在所规和当中的双方啊 这个拳的力量的速度都是非常的足非常的快 对 邓泽琪是很擅长打追击和连击的 邓泽琪不是非常擅长打防法 还是喜欢一种进攻 与其说邓泽琪是一个盾 但不如说它是一根毛啊 有人这样常常常说 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防守 就是说犀利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没错 我们看现在两个人对拼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基本上都至于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我一定要把你这个进攻反回来 对 如果两个人真的有HP有血格的话 这个时候两个人血格掉的应该是差不多 是两个人都在往下掉 但是呢我们相信啊这样的打法观众们是 是 没错我们看啊李长勇一个前摆打中了 好邓泽琪第一倒打中了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一换一百分之五十的对拼比例 对 应该说呢 哦 邓泽琪刚才有一点犹豫 马上被李长勇抓住了 这种高手过招啊一定要小心 自豪不能有半点分 对注意力要集中 好 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 感觉好快啊 真的是感觉好快啊 电光火之间两个人呢这个 互相的在交换着攻和防 李长勇的Movie Gym呢 也是这种典型的韩世伯基的这种表代表 很高猛跟对方就拼到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邓泽琪我们就不用说了 是现在我们这个六十三级别里打法最硬的选手 对 我们来看到慢性的回放 两个人对攻 这是李长勇刚才背身的那一下 对 其实邓泽琪是犹豫了一下 是 在小追还是追 对 长时间的自由搏击擂台 给自己导致的 哎 我要遵守一下规则 我要考虑一下对手这样的想法 好看这种连续的进攻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一换一的进攻 现在就是第二回合 对 邓泽琪是一个一二回合爆发型的选手 前两个回合爆发力比较大 对 而且其实从刚才的上来第一回合 这个状态最后都看到了 双方的合成运动 哦 漂亮 李长勇的踢扫邓泽琪的连击 一位的打负 邓泽琪最擅长的就是打负 让对方的防御手下来直接打脸 号手 好 前手 两个已经开转了 邓泽琪似乎慢慢地把握到了对方的节奏 是 这样的话呢整个打起来会越来越顺 哎 嗯 其实现在邓泽琪呢应该看到这个 李长勇的那个应该是鼻子应该动拳了 没错 是有血要流出来 李长勇在 脚步上是压制着邓泽琪 但是在进攻上邓泽琪 哦 两个人对腿啊 邓泽琪的硬度还是很有信心的 是 而且到了第二回合之后呢目前我们看了一个速度比刚才那一回合还有提升 没错 呦 这个比少 哇 这是一场 快节奏的白刃战 没错 两个人 邓泽琪 后手前手 对方也还了一个前手 后手 继续 继续后手 然后 我们最后现在这个状态继续保持优势压制 邓泽琪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还有邓泽琪 邓泽琪 邓泽琪看来是急于要击倒步道 没错 邓泽琪的优势在前两局 是吧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 这回合同时他都说玻璃超勇的硬度 包括自己的打法都是很硬朗的 而且这个选手相对邓泽琪来说 也许刚好没有邓泽琪刚 但这种韧劲要比邓泽琪的韧劲可能还要差 其实这种方法对于邓泽琪的代法来说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没错 这种韧劲打起来 有说呢 在比赛中间当中的效果 不是有理想当中那么明显 没错 邓泽琪已经多次后手并落了 因为对方喜欢用扫踢 扫踢的时候这个多少有一些下放 都能去找到这个 这留的有信 邓泽琪应该说这个 这比赛的观察是非常细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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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的第二回合 走到这点技巧性已经提高了 真的实际上我们作为观众来讲 真的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喊息的机会 看登岛杰 看这一下 直接破开放手 这下走 前后手的连击啊 李昌勇套年这样的硬杀估计 也是第一次2015年 WKN的Lightweight踢拳冠军啊 而且明显是自己的进攻节奏 被登岛杰 就是一个打乱 没错 作为韩国的选手呢 大多数的无数 会偏向于 与日本相比会偏向于刚猛这一路的 是的 包括韩国的韩式的剑道 韩式的合气道 都是更偏于刚猛的路 对 那所以说呢第三回合 好 三回合的比赛 好漂亮 刚才这一下打得非常软 好连续的进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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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回合当中 其实我们看来 李昌勇是 有意要做反击的 并且一直在努力 但是在邓哲锡上好像并好像不太好使 邓哲锡现在已经打开了自己的这个频率 我们看着每一次的后手塞的都会在李昌勇正好进攻回收的那一瞬间 是 已经找到了最合理的方式 如果说在 没错 如果说在几个月前邓哲锡是更擅长攻 那现在邓哲锡更擅长用智 对 用自己的脑子去打拳的人 永远会比用拳头去打拳的人进步的快 是 那如果说那有镜头照到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到邓哲锡的左腿啊 大腿的 部位啊 已经被砍红了 其实证明双方的对抗啊 真的也是非常的激烈和胶着的 有错 白热化的邓哲锡被踢到当那这样的话 会有之多五分钟的时间 邓哲锡不会给对方这么长时间的自己刚刚拿下这个优势 对 现在要借助着自己的气势和体力上的优势 包括进入方的优势来 帮助时间去拿下这个跳 那位终于连续 后手 两个人还要摸 撤穿 我知道李昌勇现在的战术呢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右侧的勘推 把邓哲锡的移动慢下来 对 但似乎邓哲锡并不太忌惮对方的低桑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哲锡的左腿啊 一定有列决 对 重心开始慢慢的往上 右腿再往前 而且呢 李昌勇在进攻的时候呢 也是有明确的这个指向性的 而卡呢 就是整个旗的正在优势 较重的这个左腿 整个旗刚刚的后果 带到对方里面 我们的长衣要来进行一段调整 你看 李昌勇的左眉骨的位置 现在已经是被打开了 而且流行呢 很严重了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场一会儿 原来有的神秘骨指线 那这个呢 对对对对 邓哲锡的第一个条件之间 对错 事不去立 邓哲锡把事已经带到这个位置 那么就差最后的终结 那李昌勇被击倒 击倒煤攻以后呢 这一侧的进攻都会变得缠弱 对 邓哲锡正好打的是后手 是 那这个对李昌勇来说非常的危险 是一个特别不利的消息 对错 而且本身现在的邓哲锡 对于比赛的这个状态把握的 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 你看刚才这个慢放 对 就这一拳 就这一拳 直接打到了 邓哲锡的后手导致了对方 可能没准备开裂 那么邓哲锡的后手也是本场比赛 用人最多的技法 对 好 用一下 是 有一招一盘前 前手杨公 后手是指针 又塞到了 又塞到了 哦漂亮 邓哲锡 别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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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双方的这个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因为我们作为 解说员在这个擂台边 我们都已经快分不清是汗水 还是汗水见到了我们的 见到了我们的稿子 见到我们身上 再次浴血 在今天的勇士崛起的比赛呢 我们已经浴血一次啊 是啊 那么现在我们在勇士的荣耀的比赛中 又看到了选手浴血在场边的对战 真的是这样的 这场比赛邓哲锡 不光是在用自己的拳头在打比赛 也在用自己的头脑 在跟对方进行费攻 杨文老师 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袖口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 全都是血迹 我刚才已经拿水擦了很多次了 没有用 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感觉到血迹是我们的幸运 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激度我们的 对 而且呢我们也期待着 接下来比赛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好比赛又开始了 快 董德琪 打扑漂亮 我们看董德琪的这个组合 前后 前平勾 前上勾 后边的这个左侧的背肌的运用 得到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控制出这样的拳法 哦 刚才这几项非常的精彩 速度非常快 其实现在双方的身上都带的有伤 一直以来相对于其他双方 我更喜欢董德琪的拼劲 对 这场真正能演绎出来中国选手的精气神 就像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就有提说 你选择怎么样的自己 还能够收获怎么样的结果 你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是 一条迎难而上的路 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李章勇也开始反击 好 两个选手都是有斗势的内心 真的这场比赛完美的诠释了两位勇士 是为了自己胜利的这份荣耀的天主 两位选手已经获得了他们的荣耀 这个荣耀不是胜负 这个荣耀是他们坚持下来一动的 这场比赛作为开场应该说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勇士的荣耀 一个华丽的强心技巧 对 没错 一个强心的定位 我们来看到 这是蛮紧的连击 李章勇的右腿就没有停过 看这下非常漂亮 一直在连续的进攻 而且不时的往自己的右侧摇臂 对 不时的在往右侧躲 躲开了李章勇好多次的拳把 好 这一拳 双方应该说从第一回合开始 一到最后 每一分钟都没有留给观众台的比赛 持续了三个回合 这就是我们勇士的荣耀的比赛质量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hard-hitting rounds of action the scores are as follows judge one scores the bout 29-28 judge two sees it 29-28 and judge three has it 29-28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邓泽琪 比赛结果 红方胜 邓泽琪火赦 有请万美洋传媒董事长 WRF世界博基理中会秘书长 张静乐先生 纪元农商银行行长 卢新强先生 为邓泽琪颁奖 感谢伴奖嘉宾掌声鼓励 邓泽琪 好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 正在现场直播的 世界格斗殿堂集赛事 勇士的荣耀 只有河南卫视 以万美洋传媒 联手打造的千万级别 电堂集格斗赛事 点发现 对着电视摇一摇 您有可能获得勇士的荣耀 为您送上的现金 以及精美礼品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 赵春阳 对阵泰拳四大天王之一的 肖沙狂 以及人气最高的中国选手 邱建良 对阵来的乌克兰 鲁斯兰 夜很长 广告很短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15日 河南电视台8号电播听 武林峰中格对抗赛 咨询热线 0371 6011 1111 勇士的荣耀正在直播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河南卫视 以万美洋传媒联手打造 世界格斗电场竞赛事 勇士的荣耀 这是第三站 我们这是在鱼公固里 河南几元为您现场直播 同时今天的比赛 也是几元市人民政府 以万美洋传媒联手打造 荣耀城市项目的启动仪式 荣耀城市项目指在打造 城市旅游服务 娱乐资源最强综合体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场 中国对泰国男子 70公斤级的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WMC世界冠军 S1世界冠军 WPMF世界冠军 WKN世界冠军 泰拳四大天王之一 肖沙狂 作为一个参照物 肖沙狂曾经两次战胜 WF观众非常熟悉的古拉斌 那么一次是KO 一次是TKO 有的可见 他的实力非常的强 接下来有请 肖沙狂 有请准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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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去做奇迹 我要做一切可能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自己的影子 他们越是凶猛 我的影子也越加拼毙 这次勇士的荣耀 我的对手是 泰国四大天王之一的 小差狂 遇上强大的对手 就是遇上更强大的自己 我是赵春阳 有请赵春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来自高大全博地俱乐部 全网发行 您可以打开手机 点微信 关注搜索 勇士的荣耀 官微微信服务号 在这个点上 也可以看直播 同时可以和我们的荣耀主播 进行互动 同时也请您 点微信 点发现 对着电视摇一摇 有可能获得我们也送上的现金 以及精美礼品 场上谈报员 斯蒂凡诺 比赛现在开始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勇士的荣耀这一场 七十一公斤级的对战 这场对战的对战双方 是赵春阳 以及萧沙狂 我是本场比赛的 评论王兴生 今天和我大当解说的 一来一去 大家非常熟悉的 富名平等人员 还有八十柔术推广人 王延博老师 好 观众朋友们 那这场赵春阳 对肖沙狂的比赛 肖沙狂我们都知道 是这个泰拳四大天王之一 也是我认为 最嘚瑟的泰拳王之一 这个上场情况 是非常的灰险 基本上是漫卡 二次元的这种风格 但事实上 在这个不屑一顾的外表之下 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 而且很好出色训练的拳手 前面那些都是伪装 而后面的演示的是 他的锋芒的实力 小沙狂曾经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 我们都可以看到 强攻型的选手面对他 很难得到有效打击 防反型的选手遇到他 会被他压制的非常难受 对 各位可以看到 小沙狂的发型还是有设计的 在这左侧呢 有一条抛人的S型 圆的造型 赵春阳 赵春阳右眼的眉弓 一开始右眼的眉弓是被打开了 没错 这样的话对赵春阳右边的视线 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 赵春阳现在连续进攻 我们刚才都看到在片子里 赵春阳曾打过 尤里克尔和尔瑞克克尔 克尔兄弟 而且在尤里克尔的时候 是把尤里克尔的眉弓决打开 TKO剩下来的 小沙狂是很擅长打猛冲行选手的 他的这种身体的移动和反应 以及对比赛局面的控制 让很多猛冲行的选手都非常的恼头 是 因为他这个整个打法呢 是非常有乌的 对于这个猛冲行选手来说 其实啊就是有点像这个进入了沼泽地 对没错 有点这个力量发不出来 我们的场上裁判呢 是这个 Cifando Valentin 也是Gloria M1 和Might Italian的裁判长 Otagan的裁判长 是本次是专门来制裁 我们这个地底赛 是 而且各位看到小沙狂啊 准备这个在场上 这个表情还有动作非常丰富 千万不要相信 相对于比较严肃的鲨鱼狼 更擅长进攻的鲨鱼狼来说 小沙狂实际上更加危险 因为他的 他的攻击力和他的攻击手段 是在你不经意之间就出现的 如果一旦被他外表拟惑过呀 这个就是一个麻烦点 不说 小沙狂阳现在其实更重要的 哦 抓他后手用这架扫贴 哇 这架确实很重啊 张沙狂实际上战术我们也很理解 就上来想先打出来一个小高潮 对 先把对方压制住 把对方的气势拉住住 下面我们的这个教学智老师呢 也是一直在给这个赵春阳在进行指导啊 是大中小的教练 要知道教学智老师可是2012年入选 把伦德奥运会备战传队2013年的全面队的技术 哇 这个小沙狂的这个空当把握啊 真是 真的非常的敏锐 妖怪极了已经 我们看赵春阳只要把手往回欲收 我刚想出下一个动作之前 我马上就针对你 是 这一下呢 可以充分的体现查理 我们看来这一下 你看 你看 在赵春阳三个动作之内 小沙狂可以明确的发现一个动作 而且打住你 对 而且还不忘露出自己的泥肢微笑 就是 小沙狂说 哎 你受伤了 然后赵春阳说 那我看一眼 啪啪两拳直接上去了 对整个擂台 包括裁判以及灰色地带解毒 真的是 这样的对手实在是比较难打 确实在擂台上有自如 达到自如的这样一个找开错 好 现在呢 小沙狂和小沙狂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第一回合 赵春阳想压住阵脚 没有脱脱 往后手塞到 小沙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气 是的 作为你来说 只要 哎 哇 刚才这个一个变线踢加一个转身 变拳都没有打着小沙狂 我个人认为不是小沙狂预测到了 而是他这种神经的反射 我两个人换拳 换拳 很多的时候在 我们的台场啊 就是小沙狂的肃力很快 下锅的肃力很快 下锅的肃力很快 流程就是本身的反应 一个 运动员的轻变的支援 自然的会做出相应的应激的反应 跟好一好丁拿着的小沙狂预啊 小沙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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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沙狂 ins 小沙狂预测 真的什么 其实说短一点 头三板斧看能不能打响 我从现在看这个头三板斧的效果 倒并不是特别有效 后面越往后的时间分移 对于赵春阳来说就越难打 王军刚才警告了赵春阳在搂抱 我们说分开的时候我们就在有动作 三个四个 我们看这是距离 烧沙狂的距离总会在赵春阳的射程外 就卡的这个距离让人非常难受 你觉得隐约能打到我 在出来之后又没有效果 小小王的这个脑袋上是一个 这个捡了一个烧人的这个高的节目 小小王几次转身边缺都没有成功 小小王就是不往前叹 对 转身弄了大多数是对方追击自己 或者自己追击对方 前四 可以打到右股了 我们看赵春阳出拳之前的肩膀会紧一下 而且这种动作是很难逃过老手那些 你这边动作一起马上就知道你下一步要盖手 他的预判时间其实很长的 是的 因为赵春阳来说那是53年的选手 从他从来说对于赵春阳今天是一个难做的坎儿 每次赵春阳也打过这个哈里拉夫 对吧 还有哈里拉夫 但这些选手对赵春阳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赵春阳比过 对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特别认可赵春阳的一点 对 这些选手只要是个锐气不减 这些老将会慢慢地跟随时光而下去 而这些新手会站在这个擂台的巅峰 所以说他们在年轻的人面前 像是一座一座山峰 最终自己能不能不断地讨战完善自己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对 没有人能站在我的头顶上 除非你站在我的心房上 我们来看这一组的万经的回放 赵春阳打得还是比较近 相对当然了 肖炸狂是打得非常放松的一个代表 对 双方的这个状态和感觉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没错 现在双方要来准备的最后一回合的比赛 而这一回合的比赛也将进入到这个太拳手的回合当中 没错 所以说一段回合对于肖炸狂来说 气力和身体习惯已经激了实惯的很好 因为这是第三回合的经常打烈 所以说 对于前两次前两回合已经严肃的全力了 交通到这两回合的经历是更大的 他觉得自己的场燃是更大的 小小的这个连击 最后一下 盘腿啊是重的 你看 赵春阳只要后手温出来 肖炸狂往后稍微移 这也是泰拳手的失败 这个的确是没有办法 是 赵春阳拿下了这场比赛 凭借着姥姥的经验和出色的发挥 应该是赵春阳的胳膊肘脱臼吧 没错 手肘出现的问题 这个在挥拳和两个人正面对抗的时候 这些意外真的是让我们很遗憾 但是这场比赛应该说赵春阳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英勇 没错 状态的值得我们为他来点赞 我们希望后边导播老师给我们一个慢放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赵春阳的英语表现 来 我们看到这一下 从现在我的判断上来看 应该是赵春阳在进攻的时候一个后手拳打空了 对 没错 把这个整个尖都甩住 把这个手臂扣背了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一下但 这个问题不大 这一下赵春阳就出了全力的出城 说实话这个事大多数会出现在手肘的韧带部分 而不是无痛位置 因为我们的手肘是在这个筋的包裹之下的 这个韧带损伤也会有一段时间的恢复 对 而赵春阳如果受过训练的观众朋友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全力轮拳去打一个人 然后他突然躲开 那这个手肘的承受能力是非常疼的 对 其实如果说说的这个通俗一点 就是你感觉自己的手手是猛地撑了一下 对 没错 因为你这个力量出去之后没有着力点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这个真的是很遗憾 但是这场赵春阳的表现应该说 体现了自己的战术 体现了自己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带着我们的这种非常坚韧的 非常坚强的对于胜利可望的精神 这样一场TKO送给了肖沙狂 不过赵春阳的确在这一场比赛的表现 我们看还是有很多提高的空间 我相信我们的教练团队也会在下一场比赛中 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强的表现 孝春阳本来非常有希望能够战胜 泰拳四大天王的肖沙狂 下面宣慕比赛结果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winner due to an injury in the red corner Satsukor 比赛结果 蓝方赛 有请颁奖嘉宾 万美洋传媒 执行董事 WRF世界博军女生会副主席 娄善行女士 河南省新宇瑞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今天总经理郭仙江先生 为肖沙狂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掌声送给肖沙狂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 与万美洋传媒联手打造的 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勇士的荣耀 同时我们正是在 愚公顾理河南几元为您现场直播 同时这场比赛也是 几元市人民政府 与万美洋传媒联手打造的 荣耀城市项目的取重仪式 荣耀城市项目指在打造 当地旅游服务娱乐资源的最强综合体 那么同时我们做一下预告 在8月6日 勇士的荣耀第四站 我们将走进山西长治 那么本场比赛命名 太行经典长治久安 那么请观众朋友们 关注我们8月6日 现场直播的 勇士的荣耀第四站 走进山西长治 跳舞及召让锤群 03553522668 下面这是立场 中国对乌克兰男子67公斤级比赛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栏方 2010年WKN自由搏击欧洲冠军 2011年WMF世界太拳冠军 2012年WM世界太拳冠军 2013年WMF欧洲太拳冠军 2016年WMF世界太拳冠军 有请来到乌克兰 鲁斯兰 库什尼 伦克 转护不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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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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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都可以打的选手 这次是降重 专门为了针对邱建良来的 是 因为在他的履历当中呢 也是拿到过众多的冠军 而且就是泰潜的冠军 邱建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是我们的2016WF50分 67公斤级的世界共互王者 没错 典型的智慧型选手 用脑子指挥拳头的男人 目前在这个千量级排行第十 然后自己更最希望打的对手 是考核野色证明 那么打完这场 我们真的希望这场比赛会发生 后手 两个人打的基本上 我们看费动作特别少 是 对方还是一个反架 不会像有太多的这种试探或虚言 对 找到对方机会 直接一把打死的感觉 这个高手之间对决呢 是这样的 简单明了 因为任何多余的动作 有时候可能会被自己带来负担 没错 刚才邱建良还用了蓝门脚 哦 连续的挺好惊光 转折后白 没成功 后手 直接连绕 哦 虚言上来之后呢 好像他完全的找到状态 对 还是因为太拳手了 他慢热一点 是 灰心没打到 对 就邱建良的这个有套打击 目前也不是对方的 对 两个人 好 超人权 对方赢了两个 邱建良还是更加适应这个擂台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对 将来之后的节奏和状态的把握 都是非常好的 打的也非常的主动 因为在这个擂台上 自己也不是打的第一次了 对手是第一次来 看对方还是特别谨慎啊 基本上把这个距离放在 马上我一步退出去 你就打不到我的这个位置 是 其实鲁图兰在身高上也是有优势的 各位能明显看出来 他是身高人民79 88年的拳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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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觉得他不故意 邱建良老师也是 同手了一下 继续开始 后手 带到了肚子 后白 前白 邱建良现在的这个 有一点这个重剑无方的感觉了 出动作 原来邱建良是最擅长完整进攻的 就是拳 拳腿的连击 但现在我们看 出动作已经没有规律了 这样的话是化整为零 让对方防御能力就变得下降了 对 这样的打法是非常的聪明的 而且在这个要求 里面在场上的判断能力 必须非常的强 这个练拳都会是这样 最开始我们是散乱无章的 然后把它规范起来 然后等规范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散乱开 原来是希望指哪打哪 到后边就是打哪指哪 就是我已经预判到你的身体移动了 对 刚开始系练就是有招式 没错 最后的境界是无招胜有招 心中有有剑 心中有剑 手中无剑 到最后就是心中也无剑 手中也无剑 到最后就是随打随有 对 其实我们看到高水平的这个赛事 包括运动员 但是我们的选择 整个的带给我们的状态感觉是不一样的 随便嘚瑟一下 但是俄罗斯 这位选手 乌克兰 乌克兰的这位选手 可不是一般人 是 在WMF的这个硬朗作风 可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后面两个回合 这位选手呢 是11年到13年的这个WMF的冠军 那么16年又拿到了 WMF的冠军 WMF的冠军 WMF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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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最后一场锦标赛是有利于想把泰拳引诺奥运会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做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些选手持久战斗力是很恐怖的 一天打好多场 对 因为这是锦交赛的赛事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 对 对 邱建良连击 刚才邱建良又出了这种诱骗的高腿啊 把身体拉下来以后把这个腿直接从上面打下 哦 没打到 对方这种谨慎在目前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是最起码他在防守上是这个也不合奉 这样的话邱建良是不太容易撕开口子 邱建良是比较擅长把对方打得有点破手不及 虽然不是这种致命的中极 但让对方防御出现问题以后再打 对方现在防的还是挺死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邱建良来说 邱建良不是那种硬攻硬克的那种招手 抱住 一直到现在来说 虽然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健 目前的节奏把握的也还好 只不过是没有找到太好的进攻的方式 没错 走 左手塞到了一拳 对方拒绝了 遏制了一下 扫踢 刚才的这种球 一直到 走 扫踢 扫踢的那一下 对邱建良来说应该是有影响 因为楼抱 因为楼抱 消极楼抱 被压一点 那这样的话 邱建良的优势就比较大了 非常大 刚才这个裁判也是判定了鲁斯兰 因为已经警告了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 对邱建良找机会 没有 哦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一种孤警 打两下斧 对方手一拿下来 直接去找了 是 来 来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一回合只得两次要拿下 对 赢一定是李维 对方手一拿下来 好 好 这么老师认为没有智慧了 不需要再打了 所以这很漂亮的拿下了这场的终结 刚才终于领赛 带给我们这场清晨的胜利 我们看一下这些办法 邱建良就是这么擅长打拳 真的是非常聪明 先打斧 打到你手整个防御下来以后 再是机头 是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了 邱建良是一个 真的是非常的睿智的移民成统运动员 移民国际运动员 以前邱建良获胜都是魏锐扛着的 你换一个50公斤级的扛着的 明显腿都在发抖 看来这场比赛邱建良真的是很棒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就过红方胜 红方TKO对手获胜 有请观传嘉宾 万美杨传媒执行董事 WRF世界博敌理账会副主席 娄善喜女士 既然是优扬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苗军先生 为邱建良颁奖 感谢观众嘉宾 掌声鼓励 为邱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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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邱建良的团队意识很巧 在第一局 在第一局就是邱建良有一个肌辅 他习惯 运动员习惯性的肌肉技力 肌辅的高度就是这个高度 平时打1米75左右的人 这个高度 但对手太高了 所以这个高度打了对方的当度 点开微信 对着电视摇一摇 你有可能获得 勇士的荣耀 为您送上的现金 以及精美礼品 您还可以在勇士的荣耀官微当中 收看勇士的荣耀现场直播 并且根据我们荣耀主播的互动 走进类似 来赛场的各个角落 目前我们的勇士无耀 三位的直播 他有人数已经达到了5万多人 那么接着来我们要看看 说想话 吴耀飞对阵 国宝级的泰拳选手 喷姆以及小虎铁英华登场 夜很长 广告很短 一会儿见 勇士的荣耀正在直播 盛夏时节 武林峰首次走进非洲大陆 千万美丽的北非花园 摩诺哥 这里是北非电影 迪州迭 零零星 迪影重处等中 多独阵定义的外景地 这里还有那首 耳熟能详的卡萨布兰卡 8月4日 武林峰战队 带您走进这个 充满训练的国家 在非洲大陆的最西北角 打一场最具训练的比赛 摩诺哥国王会亲联现场 与当地观众 一起欣赏 两国勇士之间的战斗 武林峰环球全榜争霸赛 摩诺哥战 近期成组 勇士的荣耀 正在直播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河南卫视 以万民洋传媒 联手打造 世界格斗 殿堂级赛事 勇士的荣耀 第三站 我们这是在 于公固里河南几元 为您现场直播 同时今天的比赛 也是几元市人民政府 以万民洋传媒 联手打造的 荣耀城市的项目的 启动仪式 本项目旨在整合 当地旅游服务 娱乐资源 打造城市区域 最强综合体 那么 同时 太行经典 长治九安 勇士的荣耀 第四站 将在八月六日 走进山西长治 跳舞和招商 垂巾电话 0355 3522668 下面这几张比赛 大家可以发现 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世界上的某个级别的 高手和高手之间 其实都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个人和他的对手 总是拐着弯的 过过招 因此但是我们不能够 根据他胜过他 所以他一定能够胜过他 这个规则 来判断一个水平的高低 也许 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 技术也可能是相克的 比方说 我们下面将登场的 这一位 是泰国国宝级的运动员 他的名字叫做 坑姆 在勇士的荣耀第二站当中 点数战胜了 小虎铁英华 同时 坑姆还战胜过 花招拳王 扇猜大本 TKO过 消杀狂 同时 胜过 法比奥拼卡 两次 他是真正的 顶级的 世界级拳王 我们又请 坑姆 我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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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也有多藝術和我心中 有多藝術和我心中 有多藝術腹之線 有多藝術的藝術 heb 他們有多大 我心中有多藝術 我は自然的好 我達到自然的女性 我質疑的我 我在那裡 在那裡 我只是想當藝術 我認為我的藝術 也會比我審中 我會使得多藝術 i an 狼 Renault ажд 好了 地 yer 提 安 中 腰 6 我已经开始生日期三年了 现在我生日期十五年了 现在我会走到来 举设计创建美国台的世界 我会设计创建美国台 我叫Kem S2MNONG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星期瘦10公斤 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肌肉脱血的原因造成的 因此这一个记录 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惊讶 特别是很多想减肥的女孩子 因此我突然有个想法 如果胡亚飞去卖减肥产品应该更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行天武器 双翔炮胡亚飞 双翔炮胡亚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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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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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回合 看到了 这一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河南 这一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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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And in the 中文字幕志愿者 And in the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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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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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这一回合 可以说 这一回合 我们看 这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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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合 这一回合 胜利的帮助 换一个八 铁英华并没有往后退 还在往前顶 这个状态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 不错 对方的上钩 两次 还是一定是一个大股 不会被铁英华当成致命的伤害 还跳起没打到 就连续的移魔 铁英华可是KO率过半啊 小虎要小心 这个一定要坚持住 要堂住 两边看白任战了 挺在一起看白任战了 这一会儿呢就是全方的这个 都亮出了次挑 进行了这个白任战 然后打得兴奋 再一回合被警告三次就会被压点了 虽然就我个人 如果我给小虎支招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要跑满这一回合 这一场 这一回合 要拖 对 但是我们看 这个没有狐狸脑袋的小老虎啊 这明显不是他的风格 对 只有战动 只有向前 这个才是他的风格 这是我们喜欢的小虎 没错 最后的鸡马中 对 对 对 说实话 达米特的有效打击的确还是相对高 还是高的 而且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应该说这回合小虎拿到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对 两次这个转身白肘 是 我们看达米特的这个内围控制多好 看这一下 这个肘是很明显 这一下很明显啊 激到了这个头部 看 看 找扫 这一下 这一下到不完全是肘肌 对 但是因为前面已经是有一次的肘肌了 应该说 在同样的位置可能还是有影响 没错 而且那个位置正好是肘肩 对 现在双方要进行第三回合的较量了 对 好 第三回合 两个人互之敬意 对达米特来说 这是他最后一个机会 是的 在这场比赛 当然了 如果达米特拿到三个十比九的话 还是会比小虎多一分 是 好 小提 现在看到小虎啊 一球是在 进行完全的状况 达米特的这个攻防兼备啊 在自己近身的同时拿肘肩 第二小虎顶膝的时候往下压了一下 对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大手细节 各种技术的准备 让人惊讶的一件事儿 非常好的 远中近三个距离都会马上判断自己的形势 然后至于进攻 对 对 因为达米特这样的对手很难打 一个速射全面 第二 冷静 快乐能力强 这样的话 对于小虎来说呢 其实真的是具体上的一个能否 达米特本来就是一个防反型的选手 在这个小虎刺激以后呢 现在整个进攻的一个效率真的是非常高 买测 要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要说我打两下至少有下 所以这场比赛呢 正好是两位行为一分一分的 一个防反型的 正好是两个相侧的这个类型放在一起了 其实在这儿也都说 看到底是毛四川盾还是盾 把毛撤断 小虎现在打得比较艰难了 我们看达米特 现在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小虎把手 想让小虎把手放下来 只要放下来我估计达米特就要输重击了 对 因为现在达米特的赢的方式也只有这一种 但是这个把自己的命运放给裁判 实际上是不明智的选次的 也是全手不愿意看到 阿米特的这个上钩拳 漂亮 右侧的一个摇臂直接上左拳 这么高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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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随着时间的证明 钱英华会证明给大家看 达米特这场比赛 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也看到了这个达米特的全面的发挥 冷静的判断能力 超多落点的进步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觉 如果这是我们从第三天都看见的是拳头的腿 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的时间裁判会给出判定 那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能够带给小虎更多的锤炼 带给小虎更多的成长 的确是这场比赛小虎打得非常英勇 但对方的水平从技术层面上的确是非常的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已经拿到了判罚的结果 想外的排阜 所以就准备了 这场比赛的挥 特别的 位置 他说的是 主持人 将而这场比赛的人 的 特别跑 主持人 Ellandang 一 头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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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头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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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头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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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分 一 头分 在勇士荣耀的擂台上没有佛级,只有真正的胜者 在这场比赛,我们看达米特拿到了2个平 2个28,28 小虎等于是3个9 对方拿了3个10 3个10 3个10扣了2分 这样,我们看小虎上来 上来就展开攻势 小虎无拼了 达米特拿到这个比赛的优势 这会儿我们看到小虎的眼神 不要背身 但是达米特,达米特可以防抗一下,小虎要小心啊,达米特可以有神技的 王推了,王推了 但是我相信此刻的平衡也绝对会是一个放弃的 哇 啊,咱们认为小虎有这个口吹对方的嫌疑啊 在开始的这个,我们又进攻完之后,老虎应该说在这个体力场上需要合理的分配 对方的肯定是抓得真的很紧,你看铁英华都抬不起头来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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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好 好 好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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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腰美的 是 这次演员诠释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没错 这是大东翔的铁英华 我看下面的这个 赵世杰教练已经完全站起来了 已经完全不能淡定了 这时刻呢 我们现在是在小虎心上看到 这种勇士的战斗精神 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 像打不上V一样 赵世杰教练自己就杀死了 看前下马 还是抢着前点 这一点就是 打不上很多选手不要学习的 当面对逆境 当面对我认为对方比我技术好的时候 我要用我的拳 我要用我的腿来撕开对方 在技巧层面上的优势 还是要往前冲 还是要上 还是要抢 要等着 对 要剖开他自信息上 这两个上钩 两个上钩 两个上钩 连续的击打 一方控制了对方的一 一击手臂 然后连续的击打 全局达米特都在上钩 小虎 终于返回来上钩了对方 小虎 一块的十秒钟 十秒 十秒 达米特 扫贴 顶贴 小虎顶在身边 白人战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看来双方的运动员都对对方的表现 觉得是惺惺相惜的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 我们没什么遗憾了 是的 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两位选手也没有 对 不管是谁都给我们展现出了 完美的技术 展现了 辛勃的毅力 我们要祝贺他们给我们带来一场 如此精彩的比赛 对 没错 这个小虎的这场比赛 要比我们千言万语来回应质疑 要有力的多 对 面对首回合KO肯姆的达米特 面对战胜哈亚战利涅布达米特 我们看到了铁英华的应对 是 也许在技巧上 我们不得不否认 不得不承认 的确是有差距的 但是小虎的勇气 弥补了自己在技巧上 下面宣布比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the Extra Fourth Final Round Judge One scores about 10-9 Judge Two sees it 10-9 And Judge Three has it 10-9 All in favor for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是铁英华 第3 红方胜 铁英华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 紀元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胡翰阳先生 万明洋传媒董事长 WRM世界博军理中卫秘书长 张靖洛先生 为铁英华颁奖 感谢奔奖嘉宾掌声鼓励 小虎起 铁英华 两位嘉宾请留步 两位嘉宾请留步 那么今天呢也是 紀元市人民政府 以万明洋传媒 联手打造荣耀城市项目的 启动仪式及开幕战 那么这个活动也是指在 整合当地旅游服务 及餐饮资源 打造的城市新经济综合体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 张英诺董事长 赠予几元市人民政府代表 洪汉阳市长 荣耀城市标志牌 让荣耀城市项目光芒万丈 好 非常感谢 几元市人民政府 对荣耀城市项目的大力支持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下面的比赛之前 我要说说刚才铁英华的对手 达米特·维特斯 这是一名非常强悍的对手 但是在赛 他是第一次来到WRF比赛 那么赛前呢 我们从网络上盪到了 很多他的资料 那么很多资料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实力很强大 但是为了比赛的胜利呢 有一些不得手段 会经常会使用一些小动作 来这个杀伤对手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他以前 使用一些小动作杀伤对手 主要在腿膝部 那么在之前我们专门告诉小虎 主要注意好腿和膝的防守 那么其实到了场上 可能兴奋就是上来之后 有些人脑子一蒙就想不到那么多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高手和高手之间的差距啊 也许就差之好理 真的就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 曾经被铁银华打败过的法比奥 拼卡 对阵曾经打败过铁银华的炸药 杨卓 这个故事一讲 是不是感觉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 勇士的荣耀正在直播 标悍的战斗民族来的 凶猛 强壮 坚韧不拔 狭义的中华勇士来的 果敢 机智 无所畏惧 强敌 兵临城下 英雄绝命狙击 7月15日 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听 武林峰中格对抗赛 资讯这线0371-6011-111111 勇士的荣耀正在直播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 以万民洋传媒联手打造 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 勇士的荣耀 同时这场比赛也是 几元市人民政府 以万民洋传媒联手打造 荣耀城市项目的启动仪式 那么这个项目指在 整合当地的旅游 服务 娱乐等资源 打造区具精益的强势综合体 那么同时 太行经典 长治久安 勇士的荣耀第四战 将在8月6日走进 山西长治 票务级招商锤群 0355 3522 668 那么下面这是这场 中国对法国 男子67公斤级的超级战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 蓝芳 欧洲冠军 试制战世界贯冠 Type 5世界冠军 WBC世界冠军 等等 他曾获得过 WBC等 世界冠军 在内的14个 世界冠军的头钱 我们有请 Fabio Pinker Fabio Pinker Fabio Pinker I冠军 我冠军 Fabio Pinker 我现在就开始打上了 我刚才是 Schwab地 我不太讽了 这次我能够没斥 我真的可能会去因为我妹妹 我的朋友是长粥 我们不相认我认为你与三公共的同学 不是一个人合作 我认为是一个好朋友 我认为要做一支撑 我认为我认为你带我 我与坚 有请法比奥 皮卡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主 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本场比赛红方 WRF武林峰67公斤级 世界金腰带优务者 WRF武林峰67公斤级 世界功夫王者 双冠王 来自顺远搏机炸药 来自顺远搏击炸药 炸药 他们的视频道 他们的视频走进我们赛场的各个角落 场上的男朋友陈磊比赛现在开始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说看到的是勇士的荣耀 这场比赛是67公斤级的比赛 这场比赛对战争卓来对战来自法国的法比奥评卡 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盲从肖 今天和我搭档的一人大家非常熟悉的 双冠王杨卓合法比奥评卡的比赛已经马上就要出现了 是的 杨卓我们现在武林峰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双冠王 一直以来就是有众多的观众都是他的拥趟 而且杨卓身上也分担了好多的压力 在上场比赛失利以后呢杨卓我们来采访杨卓的时候 杨卓也说直视自己当时心态有些失衡 但是在这一次杨卓已经把心态调整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呀 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到了一定层次之后啊 他不是说计算术的问题 没错 而是自己的心态和所处的位置的问题 是的 是的 在拥有越多的荣誉呢承担的压力也就越大 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 是 没错 就像电影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力量越大责任也越大 然后还有一句鼓师叫做高处生涵 没错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只有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你才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和境界 没错 杨卓就不用多说了 我最欣赏的选手之一 那么法比奥评卡呢这个选手 肯定有很多选手已经对他 观众对他已经有所了解了 是的 Tinder Nassersky这个S.T.Foom的选手 很擅长的这个Shuto Shuto也就是这个K-Buff 就是最后国际的比赛 目前是93胜22负 33次KO对于WBCMUITAI世界的冠军 擅长于腿肌和全队连接 当然更倾向于是泰拳的风格 对 15岁开始训练 这个法比奥评卡自己呢 也是赛事的组织者 自己成立了一个比赛 叫Strike Fight 也是34岁的 32岁 没错 84年的选手32岁 到了这个年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 也该经营一点自己的产业了 没错 没错 自己有自己的比赛 而且一直以来这个致力于推广泰拳的 这个文化方面的事情 也是自己很各衷的一件事 是 杨卓有这个连续发力的 这个倾向 那么一直以来呢 我们观众在我们解说这个勇士荣耀之前呢 有观众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啊 就想问一下就是对杨卓内战内外战的这个差距的想法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专门问的杨卓 杨卓自己对这件事情没有过多的解释 但我通过对他的备战对他了解 杨卓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但是并不是一个非常擅长言辞的人 但是并不是一个非常擅长言辞的人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杨卓自己直视说 我的确实在是一个比赛 那么这一次比赛 我会把整个的弹子放下来 我自己是一个新的选手 我要把这个选手打下来 就是说如果说 当他的心态调整到一个平常心的时候呢 其实很可怕的 有一句话就说心情长自飞 从高手来讲 这样的状态其实真的是好的 只有这样的虚纳 这个胸怀弱骨海纳百川的状态 才能让你自己有更多的追踪 在这一回合两个人打的并不多 还没有平卡擅长腿机 我们都知道了 杨卓擅长拳 对 两个人对对方的进步并不是非常多 是 杨卓大多数时候第一回合会去试探 很谨慎 是 这也是对自己和对自己身上这个光环 担子的负责 而且这第一回合当中呢 应该说呢 试探的感觉是非常明显 在双方的较量当中 都没有拿出真正的这个实力和插招 但相对来说杨卓的拳法更多用的 我们来看这个满方 两个人就是互有攻守吧 现在呢 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所以说这一回合就显得格外关键 因为刚才这一回合的试探已经过去了 没错 所以说在这一回合当中呢 就要接下来抓住对方的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这个脉络 我看杨卓的拳法出来了 上来之后就明显了 前屏 前屏勾 前上勾 前后手连击 打到白刃 电话亭策略 两个人不给对方距离 发表平板是擅长腿的 不给他距离他没有办法进攻 对 这样的话呢就能限制住对方的这个优势 杨卓这个打得很聪明啊 对 可是不要小看发表平板啊 2004年到2006年两年间就从B级选手一跃成为A级选手 现在这些所有的都是铺垫都是铺沉 一会看看杨卓能带来怎样的灿烂 没关系 杰腿摔是允许但并不会记住比赛判罚的 是的 他在找机会 杨卓是很谨慎的选手 杨卓是很谨慎的选手 而且杨卓 这个扫踢中啊 杨卓赶紧从里面出来 一板没锅 出来了 连续换拳 发表 发表有点晕 自续 自续 保持人打出动态 有连续把表也挺在心脚里 刚才的这个反击杨卓做得非常棒 肯定给自己带来不少分数啊 是 对方挺细挺重 杨卓面面部表情没什么猜答问题 一路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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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卓一直在绕着对方 对方拉出来 杨卓一直在绕着对方 他还是非常聪明 对方这个反架 也让杨卓有点别扭 杨卓是更擅长打前手拳的选手 就是前手除了他开门以外 他也是前手一个锁定胜局的一个重击 这样的话两个人正反架的话 杨卓打前手会有点别扭 太好 immIE 这个时候不要给平卡距离 对 我们看刚才杨卓跟平卡在中进拼拳的时候 平卡是完全落于下方 是 因为他的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到特点明显其实呢也就是说 通通局方向来仰方弱点也很明显 对 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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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拼拳 看杨卓又多打了 对 这个拼 竟然拼拳环境杨卓的优势呢 就是标榜的迷迷停滞了 好 第二回合 来结束 对 这一回合应该杨卓应该找到面对拼卡的方式 是 竟然到第三回合来说 应该说杨卓的会有更好的把握 虽然杨卓说的这次已经放弃 就是把压力都放开了 但我认为其实压力都不大 作为方冠王 杨卓这个时候不光是在打自己的比赛 对 也是在打一个这个级别WF的选手的一个精神代表 好 那进入了下一回合 一回合 一回合杨卓看起来漂亮 上来直接用杨卓的方式 很多人这个防扫梯的时候呢都会拿膝盖垫一下 哦 这个是拿近骨杠上的 这不大 那实际上 哦 那实际上 哦 你看皮卡把整个的重心压在杨卓身上 对 对 对 这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 陈蕾老师已经警告杨卓了 你不能拽着腿一直来回推啊 你只能一四八里 哦 然后坐 像一个两 procent 然后他的拠格都非常及时 对 杨卓的cı 日足 odel 显 germ 对 没有这问题 好球 得到杨卓了 杨卓是输 邱剑良是0 杨卓就是在整个比赛中打着找机会的水平特别的高 对 杨卓属于瘦斯林里面的水平 杨卓特别擅长打这个 抱住下巴以后 左右摇臂然后跟对方进行对拼 这个 有一个膝盖顶杨卓脸的这个嫌疑 杨卓并没有警告 看来还是相信平卡不是故意的 动作还是有抽的 因为说再往前再进一步的话 或者有一个蓄移的动作的话 就是一样了 杨卓的拳法从来不会停在同一个平面上 对 这种变化的猪肉方位的紧张 也是他的一个特色真实的 这种变化的猪肉方位 他比赛平卡 我们永远都不要忽略 这是一个唐利比西木伊泰的军军 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泰拳组之一的军军 对,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一回合,应该说,对于杨卓来说,现在他的有效的打击还不算很多,所以说平板现在在挑戏,杨卓呢,我觉得应该放弃这个远距离,直接跟AA队,不要往退,扫踢。 对,他们的捷踢,要在 trial 和准递这一回合,如果是趟? 杨卓一多的拳推,他会说那拳 跟他说这拳 出取来 这拳 这拳! 这个是要在址这个拳 这拳,对 这拳 这拳 我们看到他有判写的时间, 都会罢了他,他的帮助他,将写的时间。 我们这拳 这是一个打击 这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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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拳。 然后隔载准备距离的对峙 他每次都能占到优势 是 嗯 这样的话 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派对峙 对于裁判来说 这场比赛可能 也不吃那么容易 来进行判网 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优势 来说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awesome rounds we have the judges scores judge one scores the ballot 28-29 judge two sees it 28-29 and judge three has it 28-29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Fabio Pinka 你在中国蓝方社 Fabio Pinka获胜 有请河南卫视副总监 武林峰创始人 吴立新先生 WRW世界博军委副主席 是黄永航先生 为法比奥拼卡颁奖 先为啟商 他就够了 教堂ي奥 他就够了 他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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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外獎嘉賓 掌聲送給法比奧皮卡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勇士的榮耀 真的是比賽還很長 夜還很長 大家不著急 廣告之後見 勇士的榮耀正在直播 剩下時間 武林峰首次走進非洲大陸 千萬美麗的北非花園 蒙洛哥 這裡是北非電影 碟中碟 007 電影重駐等 多獨立電影的萬景地 這裡還有那首二熟能講的 卡薩布蘭卡 8月4日 武林峰戰隊帶您走進幾個 充滿懸命的國家 在非洲大陸的最西北角 打一場最具訓練的比賽 摩陸哥國王會新連現場 與當地觀眾一起欣賞 兩國勇士之間的戰鬥 武林峰環球全方爭霸賽 摩陸哥戰 勇士的榮耀正在直播 謝謝 觀眾朋友們 您現在收看的是 由河南衛視與萬明陽傳媒 聯手打造的世界格鬥電場 及賽事勇士的榮耀 區域的經濟綜合體 那麼比方說 這次來到現場 只要購買勇士的榮耀套票的朋友們 那麼按照你跳的級別 可以免費住宿各種類型的酒店 那麼明天一早呢 還可以在警員的像小浪底啊 很多景區 進行免費的遊玩 那麼這一段時間 正好小浪去景區 是關普節 大家明天沒事的話 可以到小浪景區去看一看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將有請下面這場比賽的對準雙方 他是2014年15年 兩屆西班牙泰拳籬賽冠軍 2015年FPTA世界冠軍 2016年IFC4 西班牙泰拳 WMFC澳洲冠軍 WFCA西班牙泰拳 WKU澳洲冠軍 有請 凱尊海泰拳 那 WATHA 我是凱尊海泰拳 22年 我從來自西班牙泰拳 西班牙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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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泰拳拳 可以參加一些 像是ολο姫抉拳,署了世界上一次 世界上最高的 scheduled戰略 我會面對 pad habl instead 他會居然未來的戰略 在世界上最高的戰略 他是一個敘米中的戰場 看著他在日本的视频 我們希望我們做出的目的動作 我们希望能够好舞台 然后放入公室 我叫KizHayat 我们来到这里 今天开门 Hayat 拿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农民的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农民的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农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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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儿子》